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等中国的官方消息 然而一遍遍刷新 最后依旧什么也没有 黄了 高通收购恩质谱 这桩历时19个月 总额440亿美元 二大芯片巨头参与 经过9个国家监管审核的全球半导体并购大案 彻底亮了 据第一财经报道 一位高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交易结束了 可能吃瓜的你不太明白 一家美国公司对一家荷兰公司的收购 最后黄在了中国 事情需要从19个月前讲起 豪门架曲首先介绍下两位当时主角 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1985年创办 芯片销量超过75亿颗 中国手机厂商的好朋友 是全球最成功的半导体企业之一 同时在移动通信领域进入垄断性地位 在智能手机时代简直躺着赚钱 而且面向AI和物联网趋势 也怀抱壮志雄心 巅峰市值已达1000亿美元 荷兰恩之普公司 前身为菲利普半导体 2005年正式从菲利普集团分拆 全球前十的半导体大厂 在汽车 家居等场景 应用中都地位不凡 身价一度超过400亿美元 所以两位主角寻求在一起 原因并不难猜 你风华正茂势头汹涌 我有名门又有本钱 只要在一起 绝不 会值于一加一 但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高通和恩之铺要在一起 得寻求九位正婚人同意 没错 因为寡头并购 关乎市场竞争 这二位的并购要争得主要市场国家的监管部门同意 而且是全部都要Science 这九国主要有美国 欧盟 中国 韩国 日本和俄罗斯 九国正婚于世 从2016年10月高通正式抛出想法开始 征得各国监管同意也便已经开始 这是一场靠诚心诚意 打动恩之铺股东和各国监管的努力 对此 高通展现出了强烈的结婚欲 高通闲时提高了收购价格 把拼里从380亿美元 提高到了440亿美元 其中还未计算将会一并买单的 100多亿美元恩之铺债务 而一旦收购案完成 这肯定也是载入历史性的第一大半导体并购案 无论是里金还是历史意义 高通都展现得清清楚楚 其后 高通还通过了对垄断最挑剔的欧盟的反垄断调查 高通承诺 在未来8年内 继续对外提供恩质谱的MFARE技术和商标授权 授权条款至少不会比目前的差 MFARE是一种备用于票物或收费平台的技术 高通将保证在未来8年内为其芯片和其他公司相应产品提供同等水平的互用性 此外 高通不会收购恩质谱的NFC标准必要专利 以及部分NFC非标准必要专利 这些专利将会转移给第三方 后者要保证在未来3年内向高通提供免专利费的全球专利授权 最后 对于高通获得的恩质谱非标准必要专利 高通不会借此对其他公司发起专利诉讼 将会以免专利费的形式提供授权 或许你也时常能够莫见耳闻 欧盟向来喜欢对科技巨头以垄断之名 进行天价罚款 然而这一次 欧盟都被感动了 针对高通做出的上述的承诺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称 我们最后得出了结论 在高通做出相应的承诺之后 这比交易不再存在竞争方面的担忧 不过该决定是有条件的 高通必须要遵守全部承诺 一句话 记住你的承诺 未来好好照顾恩质谱 通过 另外 欧盟之前 高通还先后搞定了美国 日本和俄罗斯的 甚至互独自三星心切的韩国 也通过了 于是最后也最关键的一票 握在了中国手中 中国说yes整件事情就yes 中国说no整件事情就no一票否决 博通抢婚这期间 高通甚至还阻击了一起抢婚策划 不过不是别人抢购恩质谱 而是有人想直接让高通入坠 这户半导体巨头背景相对复杂 中文叫博通 英文名Broadcom身是美国身 但由于2016年被新加坡安华高 Awardo收购 所以新更多被算为新加坡新 或者可以说就是新加坡公司吧 博通家底虽然没有高通墙 但也位列全球半导体前十 在2017年11月 高通正在各国游 说表诚心之际 博通忽然宣布 要作价1300亿美元收购高通 跟抢婚戏码一样 博通和高通经历了多轮出价 董事会人选争夺 看得全世界目瞪狗呆 为了符合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作风 新加坡公司 博通甚至表示 可以马上将总部搬到美国 然而特朗普还是拒绝了 理由是 博通并够高通 可能妨碍美国国家安全 总之到今年3月12日 高通总算甩掉了门外吃汗博通 又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恩之谱上了 万万没想到 这时候中美关系随贸易纠纷 风云大变 为什么中国能说不 我们之前讲过 只要中国同意 高通就能正式迎娶恩之谱 而实际一路也算得上顺利 按照原计划 高通和恩之谱 可以在2018年4月25日正式领证 但后来又是高通祖国美利坚和特朗普 跟中国搞起了贸易纠纷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通信行业的国字投公司 中兴还被美国封杀了 芯片啥的统统不给供应 不给用 中兴只接触于切菜状态 其实事情也不是一步就发展成这样 中国这边在中兴遭接之前 也暗暗透露过 我们这边也有底牌 不难猜 这底牌就是 高通和恩之谱并购案 于是自然而然 在中兴事件解决前 高通恩之谱结婚证是领不到了 所以领证之日 先被推到了5月25日 其后又被推到了7月20日 最终被定到了北京时间7月26日 而且高通那边明确表示 将不会再继续推迟收购时间了 7月26日11点59分之前 北京通过 我们就把婚结了 北京不通过 那就不再耗费精力和时间了 当然 7月12日的时候 还发生了一件对高通恩之谱来说 特别利好的标志性事件 中兴事件解决了 按理说 中国多半也就换个人情 盖章通过 但中国一直没松口 高通加恩质朴 就这样黄了 你可能会有疑问 为啥一家美国公司并购一家荷兰公司 决定权会落在中国手里 程序流方面的缘由 之前介绍了 下面说说 中国可以说不得核心原因 根据中国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第三条 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 为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一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 二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 很明显这两条高通和恩质普都中特别是高通2017年财年的223亿美元营收中 65%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市场高通当然可已绕过中国跟恩质普私奔 但相应代价也显而易见失去中国这个贡献三分之二营收的市场留给高通任性的本钱几乎没有 后果现在结果已出中国没同意一桩持久并购案也就宣告结束 高通的算盘也完全落空如果这笔收购成功 那么意味着高通将机身全球前三大半导体厂商仅次于三星和英特尔 另外这是明显的强强结合高通虽然在SOC领域有很好的表现 调制解调气产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份额 但主要集中在移动通信领域 而恩质普虽然估值比高通低一些 但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包括车电子、微控制器、传感器、射频、电源等多个领域 毫无疑问 恩质普所拥有的 正是高通希望在IoT和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领域座位来压住的 高通之前就已经推出过汽车ADAS、娱乐以及通讯芯片 一旦收购恩质普完成 那么将会整合汽车领域的芯片产品 拥有产业不容智慧的话语权 这本质就是一次面向内来的结合啊 但天不遂人愿 高通只能另谋出路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高通也算体面人 如收购支出说的那样 高通支付给恩质普20亿美元的费用 作为收购不成功的补偿 今天凌晨 美股周三盘后 高通发布了2018财年第三财季财报 营收56亿美元 同比增长4% 净利润12亿美元 同比增长41% 发财报的时候 又重新提起了这件事 如果今天过完还没有搞定 就不买了 当然 不买就要向恩质普支付 20亿美元的分售费 为了安普自家股东 高通宣布如果交易取消 就把手中的400亿美元现金储备 拿出300亿美元来回购股票 依次来提振股价 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股票当接盘侠 要知道 高通整体市值才800多亿美元 高通股价盘后上涨6.58% 恩质普那边就惨点了 昨天跌了2% 盘后又跌了4% 恩 完整瓜就降 关注前沿科技量子位 2018年7月26日 本来就起来 这几个人 我们来到家了 都已经要救用了 两个人 伤身 都已经失败了 我们最后 走 感谢观看